大唐荣耀二开播 剧情更加曲折揪心心快暴躯 由任嘉伦、望茜、舒畅、于小伟、静田等领衔主演的青春宫廷史诗全谋大剧 《大唐荣耀二》已于日前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开播 片方为此发布了一组荣耀回归版海报 海报中任嘉伦等个人都眼神坚定、神情肃穆 是次要捍卫大唐荣耀 此次《大唐荣耀二》中个人物的情感冲突会更加鲜明 剧情发展将会走向高潮 在《大唐荣耀第一季》中 李亦 谭惨死 谭慕夫妇下线 李处因李谭之死而一蹶不振 另一边东朱夫妇也数次牺牲慕徽 最终都成功和解 而在《大唐荣耀二》中 东朱夫妇的情感之路又会遭遇许多波折 《大唐光复之路》上 各个人物的情感命运都将成迷 《海报》暗示了剧中六个主要人物 在《大唐荣耀二》中的情感变化 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唐荣耀二》的剧情 将会更加曲折揪心 《大唐荣耀》以儿女之爱入手 展现了在乱世之下 《大唐儿女》的爱恨情仇以及家国众议 向广大观众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据统计 《大唐荣耀第一季》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 高达55一次 杜瓣评分更是高达7分 浪子 原标题 《大唐荣耀二》开播 剧情更加曲折揪心 日本男星杜边谦被爆荒内劈腿似女 原腾飞机场迎接夜选一次热恋不济杜边大哥 还以为自己身处多重梦境呢 据台湾媒体报道 57岁日本男星杜边谦去年 和妻子男果不携手抗癌成功 好男人形象日前却因出鬼鬼鱼一旦 八卦网站日刊 Sit Sound 则加码爆料杜边谦 除了劈腿周刊 文春所报的A女爱 令与三名女子交往甚密 对此 杜边谦公司高层首度开枪表示 杜边谦正与妻子处理这次危机 但夫妻俩不会离婚 周刊文春上月底 爆料杜边谦背着去年患有乳癌的妻子 日前爆出与A女交往三年日刊 Sit Sound 网站昨天还爆料 杜边谦除了有A女当小三外 至少和另外三名女子有关系 是劈腿长范 圈内人早就听说过她出轨八卦 据女性自身报道 杜边谦所属公司高层川村龙夫 则回应杜边谦夫妻不会离婚 但罕言两人确实正为婚变危机 努力解决中 袁腾飞机场迎接夜旋 一次热恋二月份爆出夜旋 山光秀恩爱微博 被已已经与小莫先生分手 尽管此后二人又同游海南 但分手已云仍未消散 更让人吃惊的是 上月末 夜旋被网友拍到与一陌生男子同游 十三零 而这名男子身份 随后被正视为著名的历史老师袁腾飞 让人不惊怀疑夜旋前脚降头干除 后脚又不知道着了什么魔 两人被网友拍到同游十三零 而日前夜旋一人推行列车 抵达北京现身机场 等待一会儿后 一位神秘的黑衣男子出现 该男子戴着与夜旋同款的墨镜 正是袁腾飞 早前夜旋被拍到与历史讲师袁腾飞亲密出游被爆出恋情 此次专门接机 难道是坐视两个人的恋情? 袁腾飞机场迎接夜旋 李准基 权惠斌承认恋情 韩国演员李准基 权惠斌4日再次被爆正在相恋 随后两人所属经纪公司承认恋情属实 李准基和权惠斌所属经纪公司4日下午发表官方立场承认了恋情 李准基和权惠斌在2014年通过拍摄电视剧相识 一开始传出恋爱说时还只是好友 在2016年上半年才发展了恋爱关系 此前作为好朋友的二人 虽然发现了很多共同点并互生好感 但彼此确认 感情经过了很长时间 因此一直在低调谨慎的交往 此前 李准基和权惠斌此前 曾多次被爆相恋 但双方每次都对恋爱说予以来否认杜边谦被爆劈腿四女 公司正努力解决婚变危机 日本影帝杜边谦三月底 被踢爆与小21岁的女生交往三年 疑似背叛一起抗癌成功的妻子男果部 此事件在各界引起轩然大波 也传出他与妻子的关系岌岌可危 就在四日 其所属公司出面回应杜边夫妻俩并不会离婚 但确实正努力解决婚变危机 杜边谦2004年与第一任妻子 由美子离婚 后与演员男果部再婚 男果部去年患上癌 杜边谦 谦去年和妻子男果部携手抗癌成功 好男人形象也出轨全毁 日前 杜边谦又被爆出 除了之前所报的小三外 令与三名女子关系亲密 对此 杜边谦经纪公司高层